是什么样的女孩能赢得英国王子的心? 答案显而易见,那个女孩一定得有出众的外表, 就像凯特王妃那样,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, 那她只能是像梅根一样的恋爱高手了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分享点赞并关注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梅根的情史可不是一般的多, 从校园时期开始,她就在不停地更换着男朋友, 13岁时,她认识了初恋约书亚、希尔福斯坦, 他们是在夏令营活动中认识, 因拥有酷爱舞台表演这一共同爱好而结缘。 约书亚比梅根之大一岁左右, 但谈过女朋友,最后她获得了梅根的初吻。 很多年后,梅根还记得她初恋的名字。 2013年,梅根接受了美国主持人拉里金的采访, 在节目中,她兴奋地提到, 她的初吻给了约书亚, 20年都过去了,梅根始终记得初恋的名字, 这说明她还记得之前的那一切, 也包括他们分手的原因。 不过,梅根和约书亚的恋情仅仅维持了一两个月, 夏令营结束后, 他们的恋情也差不多结束了。 在最后一次约会上, 梅根和初恋男友约书亚分手了。 约书亚陪梅根看电影, 看了一半就走了, 对于梅根而言, 男友把他一个人丢在电影院是不可容忍的, 他怒不可遏, 随即提出了分手。 和初恋分手后, 梅根又交了许多男朋友, 第二任男朋友和他交往了两年, 是他最长的一段校园恋爱。 路易斯·瑟古拉就是梅根的第二个男朋友, 他有着宽阔的肩膀, 浓眉大眼, 但梅根更看重的是瑟古拉的穿着, 他认为他很会打扮, 和哈里王子长得完全不同。 说实话, 梅根在那以前, 交的男友都是有黑人血统的, 而且都有着运动员的身材, 哈里完全不像是他的菜。 直白地来说, 梅根当时是妥妥的外貌协会成员, 和瑟古拉分手后, 他又交了一个白人男朋友, 詹洛卡·伯卡特, 他们在一个舞会上出双入队, 两个人脸贴着脸跳舞, 当时他还是一个高中生, 这段恋情却很快就结束了。 后来, 梅根来到了美国西北大学, 在那里他又交了很多男友, 这里面有篮球明星, 还有富二代以及大款。 梅根进入大学后, 加入了一个姐妹会, 成了那里面的风云人物。 从很大程度上来看, 是由于他交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男朋友。 史蒂夫, 莱波雷是梅根所在大学里的风云人物, 他是梅根的学长, 看到梅根和这样厉害的人走到一起, 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。 梅根所在的姐妹会都认为, 他是个恋爱高手, 对史蒂夫这样的帅哥也能守到勤来。 可对于史蒂夫来说, 梅根却不是他的理想女友, 史蒂夫有着将近两米的个子, 而梅根只有1米68左右, 所以他认为他们在身高上来说, 是不相配的。 所以才交往了一段时间, 史蒂夫就为了更美好的前程, 转到了一个更好的大学, 和梅根分手了。 离开了史蒂夫, 梅根在大学又交了很多男友, 这其中有喜剧作家, 还有一个富二代。 梅根的富二代男友家庭条件非常好, 父母都是外交官, 他们也只是交往了9个月。 另外, 梅根在实习期间, 还认识了一个大款, 听说这个人非常有钱, 经常会送车给女友, 梅根没那么好运, 她才和对方约会一次就没有下文了。 据悉, 梅根在实习时和一位士兵也交往过。 梅根还真的是情势丰富, 是恋爱高手, 光校园恋情她就有八段, 工作后也谈了多个, 哈里王子之所以被她给撩到, 也不是没有原因。 不过, 梅根在学校里教过的男友, 一个不给她时间, 一个嫌弃她不够身材不够好, 看来都不是那么重视她。 而由于父亲托马斯在好莱坞工作, 梅根从小就爱上了当演员, 她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好莱坞片场也成了她成长背景中的一个部分, 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。 梅根嫁入英国王室, 搁置下当演员的梦想后, 她在内心深处还是没有放下自己的过去。 梅根嫁入英国王室前有个好习惯, 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, 开启一天的工作, 成为王妃后, 她亦没有改变这个习惯, 在旁人的眼中, 她是一个努力的人, 可在员工的眼中, 她则成了一位蛮很跋扈的女人, 这是怎么回事? 英国王室的生活节奏比较慢, 美国好莱坞一直都是快节奏, 梅根一直在将这两者混淆, 甚至想要将好莱坞的一切带入英国王室。 因此,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后, 梅根命令员工也必须在同样的时间起床, 为她处理各种事务。 虽然梅根做了王妃, 她也不能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强加给员工, 她对员工的态度真是差得让人扎舌, 难怪员工都看透了她, 认为她非常霸道。 就这样, 英国王室就传出了梅根霸凌员工的消息, 英国王室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, 去年宣布开始调查梅根霸凌员工的事情, 结果原定于今年公布的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, 不知道是不是英国王室想要放她一马。 梅根对英国王室成员如此恶劣, 她一点都不值得同情。 梅根的霸道并不是在结婚后出现的, 婚前她就已经对员工非常不友好了, 筹备婚礼期间, 她给员工分配了很多的任务, 让员工超负荷的工作, 让他们非常生气。 英国媒体每日之星援引王室专家米拉托米尼的话称, 梅根在筹备婚礼期间十分傲慢, 经常给员工分配很多工作, 员工们感到非常生气, 开始集体在背后议论她。 梅根来自美国, 嫁到英国后, 她没有主动适应, 而是想要改变这里的生活, 不禁让人怀疑这是否是因为文化差异。 美国人非常奔放, 非常注重个人的感觉, 而英国人喜欢低调, 当梅根遇到出生于英国的员工, 这也许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。 面对着说话毫不考虑别人心情的梅根, 她身边的员工只能压抑自己的感情, 实在受不了了, 也只能聚在一起说说梅根的坏话。 还没有成为王妃, 梅根就已经开始指挥起王室内部的员工, 让他们干的活还不少, 所以很多员工都觉得她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太高。 英国王室重等级, 所以当梅根指挥员工做事的时候, 他们都会认为她的资历不够, 没有权利让他们为她做事, 在梅根的身后, 他们汇聚在一起, 疯狂地吐槽她, 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, 等等, 梅根, 认为自己是谁? 比方说, 在梅根和哈利王子结婚前, 曾命令员工们给圣乔治教堂喷空气清新剂, 在自传中, 他又否认了这种说法, 真是敢做不敢当。 出生于好莱坞的梅根, 来到了英国王室, 可害惨了这里的员工。 梅根从结婚前就如此嚣张跋扈, 婚后一定不会有任何改变, 说他没有霸凌员工, 你们相信吗? 小编认为, 很多人都觉得, 哈利和梅根两个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, 是梅根的全谋之术发挥了重要作用,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个,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, 是这两个人内心的边缘感让他们一拍即合, 相见恨满。 梅根没大减, 生来一半黑一半白, 有点像动物世界里的蝙蝠, 极禽极瘦又非禽非瘦。 黑人嫌他不够黑, 白人又觉得他不够白, 更要命的是他还要靠当演员讨生活, 这种不确定的身份却确定的板上钉钉, 梅大姐的演艺生存空间不要太小, 他婚前能混到小有名气, 简直不敢想象他费了什么九牛二虎之力, 特别是在好莱坞这样的名秘场。 而二哈呢, 虽然在王室的身份是几人之下万人之上, 但是这几个人之下的滋味却真是不好受, 特别是随着可爱的小侄子侄女接二连三的出生, 他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边缘化了, 年纪轻轻就要啥也不用干混吃等死, 而且大家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他啥也用不干混吃等死, 这各种滋味如鱼饮水。 这两口子之所以能走到一起, 就是两个极度自私的人如同照镜子一般发现了彼此, 内心的贪欲和无耻忠于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来当作理想和信念, 这种极度的快感让他们非常愿意狼狈为奸, 沆瀉一气。 正常人与家人相处必备的品质, 如善良、包容、退让、牺牲, 在这两人的字典里早就被删除了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, 记得关注我, 我们下期再见。